在中美贸易战整个一个大框架之下 基本上中国能做的东西就是继续骗 什么叫继续骗呢 比方说修改一下外商投资法 其实现在的外商投资法基本上都已经有了 它可能把一些形容词或者更夸张的东西写上去 市场准入了 国民待遇 就是产权保护 资本出入境 甚至禁止那个基础准量 其实现在的法律不是早就有了吗 他要把它写出来是做给美国看的 但美国看起来呢 现在最新的消息是说 有可能现在成这个贸易协议 但一个忧虑是说这个协议里面 会不会有充分的一个监督执行跟那个惩罚的机制 而这个地方现在还是悬而未决的一个问题